沈老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印度最大的网络媒体WION追踪的 台海跟中国的专题报道 事实上不仅仅是美国对于中国的 这一个政治经济跟军事的扩张感到焦虑 周围的临近国家当中 包含日本、印度、澳洲也都高度的焦虑 对大家都非常担心台海的战争会不会爆发 但是我们观察一场战争 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指标来看 第一个从他的意图 就是他发动这场战争 他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想武力统一或者和平统一 一定是中共最终的目标 如果和平手段没有达成 他当然会使用武力 第二个他的统一的方式 或使用武力的方式 他可以很多重的方式或同时并用 譬如说导弹、联合火力打击、空降 或者是最不得已就是联合两栖登陆 那就能力来讲 我们看到中共他现在空降军还是存在的 就空军的空降军 而且在80年代邓小平就说 他只要两个空降师就可以解放台湾 当然现在是不可能 但是他的空降部队还是存在 因为他延续了苏联的传统 他建立一支非常庞大的空降的武力 第二个就是他过去的对台的东部战区 跟南部战区的两栖摩托化师 现在都已经改编了变成两栖合成化旅 在东部战区南部战区都有 另外他的陆战队也扩编到各个战区 都有两个合成旅 那另外他其实目前在能力上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大型的两栖登陆舰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他在演习的 在南海演习的大概是这一型 动拐五型的两栖登陆舰 但是目前只有三艘 海南 广西跟安徽 但是这个两栖登陆舰 他可以携带一千名的海军陆战队 然后也几艘主战车或者是气垫船 那另外他数量比较多 是这种动拐腰型的登陆舰 目前总共有十艘 但是这个也可以携带一个加强影 所以你从这个十艘跟三艘加强 其实你可以了解 其实他目前能够正规两栖登陆 台湾的兵力其实是不足的 所以他也会应用民间的产支 但是这些大型的目标 如果在台湾的远程的反舰飞弹的 这个涉及之下 其实他的存活力其实也不高的 那最后一个指标就是时机的问题 就是过去我们曾经常说 中共什么时候会武力犯台 有很多不同的时间 其实从2010年就有这个时间点 后来2021 现在有2024 2025 又有2027 2035跟2049 其实最重要不是说这个定的时间的问题 而是最后他决策 什么时候对台发动战争 他要考虑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这个战争 他的理由借口的合法性跟正义性到底是什么 因为你没有合法性跟正义性 你没办法得到国内人民 或者国际社会的支持 第二个就是当时的国际环境 国际社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另外就是两岸内部的情势 我们知道1958年的巴尔森炮战 刚好正直内部大要进 中国大陆内部大要进 毛泽东想要转移目标 但是转移目标之后 这个823炮弹又没成功 后面又连续了所谓的三年大饥荒 反而造成他经济的崩溃 那就台湾内部来讲 如果台湾内部是团结的 然后真的能像曹董事长一样 能够讲的一样 可以培养300万的黑熊勇士 我想可以足以产生足够的嚇阻能力的